天鹅台风要飞向我们了 礼拜六礼拜天是距离最近的时刻 所以北部和东半部要注意这风雨是会比较大的 今天的晚上五点半 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 而且天鹅现在距离我们不到490公里远 只是原本是天鹅快飞 现在速度放慢变成在滑水游泳 移动的时速不到10公里 就是因为它即将要北转了 所以预估在今天的入夜到明天清晨 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会先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一阵一阵的雨势开始出现 这雨不会太大但是会逐渐的开始增加 现在要提醒你的是在海面上面巴士海峡 还有整个东南部的沿海地区都是海景的警戒区域 尤其我们在台东外洋还观测到了7米高的长浪 东半部外海也有2到3米的浪高 所以这两天海边活动一定是要禁止 因为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来天鹅到底要怎么飞上我们 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明天它即将要北转了 转的角度大一点当然远离我们 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小 但是如果转的比较近一点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可能不止北部东半部了 全台湾都会有风雨 甚至在山区可能会有比较较大的雨势出现 而我们来看看在时间点的部分就是礼拜六 22号和礼拜天23号这两天是天鹅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刻 也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了 而大家也会问现在天鹅台风已经是强烈台风了 卫星运途上您看看这只天鹅长得是白白胖胖 台风也好大一个是一只大眼天鹅 但是未来它要增强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因为将来它在整个阳面上面大气环境都不利于它在逐渐发展 所以很可能维持这样的强度或是一个中台上限的等级来接近我们 而今天是七夕情人节这次的台风也来凑热闹了 我们来看一下海面上面这个是天鹅台风 这是闪电台风都是墙台两个台风眼都很清楚 所以两个台风七夕来相会互望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双大眼睛 再加上下面这些云系这一张云图 其实蛮像是一张脸在微笑一样 也用这张云图祝大家七夕快乐 但是过完节之后明天要开始做房台准备了 来看一下天鹅台风在明天 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增加了 有五成高温三十五度 而中部地区由于是沉降增温作用 您看到天气非常热三十六度 而南台湾明天降雨几率三成 而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了 降雨几率非常的高达到八成 会有些雨势陆续出现 外岛地区还不太受到影响多于天天 好明天开始天鹅逐渐靠近 也是北转的关键点 最新台风资讯锁定1.4